蓝鱼相伴这个活动是一个很不错的那个活动 而且可以集结就是当地的年轻人啊 懂得小孩都可以就是看看大家这样子 今年参赛队伍共有八队 有篮球及排球两项让大家一起来竞赛 虽然球员在场上拿出拼斗精神 但发起这项活动目的就是透过切磋球技 增进彼此感情 而且年轻人热烈参与也将带动蓝鱼体育风气 希望各位球员在打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们蓝鱼体育也是慢慢的开始进步 也有许多球员开始在HBL或者UBA慢慢的有所表现 我希望我们体育会越来越好 也慢慢有人关注我们在体育的方面 今年连有活动蓝鱼竹人的支持如往年一样热烈 不过有竹人建议未来比赛场地要有明确指示 不然来现场时选手会有疲疑找场地的状况 台中市采访报道